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是他命与自好天下的大洪水 令人民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但信到了晚年的时候 南方的九仪山一带 有几个部落发生了战乱 他就决定亲自去到那里视察一下 以解除那里的战乱 信一向非常尊重两位夫人 就将自己的打算和他们说了 谁知鹅王和女婴担心他的身体 都不赞同他去到九仪山 没办法 在一个晚上 信就带上几位随从 不辞而别 悄悄地出发 几天不见信帝回宫 鹅王和女婴心中着急 信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后来找到侍从一问 才知道信帝已经动身 去九仪山好几天 他们都不放心 立即收拾行装 准备车马 随后追赶上去 追赶了十几天 那一天来到了阳子江边 但遇到了大风 幸好有位老御夫知道了他们是信帝的夫人 用船将他们送到洞庭山 让他们在一座小庙中住了下来 大风一直挂了一个几月 他们出不了湖 只好焦急地盼望着风早点停 他们登上山顶向远方张望 心中暗暗祝福信帝身体健康 这两位多情的夫人 迎来无数次日出 送走无数次日落 他们盼着盼着盼着 望眼欲穿 愁长万段 但也没有见到信帝的龟凡 渐渐风停了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中午 他们突然见到南方飘离了一只 插有羽毛其次的大船 这一只在宫廷里的船 就急忙跑去迎接 但一见到船上的侍从和士兵 一个个愁眉苦念 满面哀容 他们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侍从门一边将信帝的遗物交给他们 一边说 信帝驾崩于久而山下 已经埋葬在那里了 俄王和女婴虽然已经预料凶多吉小 但这个情况一旦被证实 他们就哭分在地上 从此俄王和女婴每天都要爬上洞亭山顶 苦摸着身边的一珠珠翠竹 遥望久而山 留躺着伤心的泪水 就是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们的泪水洒遍了青山竹林 那些满山的翠竹 也都和他们一起悲伤 一起流泪 珠珠翠竹上面 都沾上了他们悲伤的泪水 竟然在上面留下了 永远拆不掉的斑斑旅行 这种有花纹的竹 后来就被人称为双妃竹 其实就是斑竹 后来 俄王和女婴 由于过分地想念讯 而投到双中自杀 他们成为了双水之神 被称为双妃和双夫人 在双妃和双妃和双妃和双妃 去调我 邂妃而双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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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妃的说明